上星期,Pastor Wilber 跟我們繼續講 如何查比喻 他給了我們一個提醒 他提醒弟兄姊妹 我們查經盡量不要用手機上的電子版 而真是用一本的聖經帶回去查經 主要原因是你會多了很多彈性 你可以揭揭前、揭揭後 知道前文、後理 與此同時你會多很多桌面 去看見經文的分佈和段落 不過如果一個好的查經 除了這個工具之外 我們需要留意 其實我們如何參與查經的態度都很重要 很多時候查經的時候 一定會涉及很多討論的時候 有些弟兄姊妹就害怕 就覺得 哎呀 祖長問這條問題 究竟我講不講好呢? 其實心裡可能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不過就是想 祖長要我一個什麼的答案呢? 或者我的答案是否答錯呢? 於是很hesitate 就不再出聲了 我鼓勵大家不要 因為我很多時候都鼓勵弟兄姊妹 查經 其實你猜一下也好 你猜一下也不用現在馬上負責任 但是如果你能夠猜一下 其實這是一個幫助 你能夠更加地被stemonate 來發掘聖經裡面的進息 即使你最初所提出的東西 到最後都是不成立 但是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會越來越幫你 去走近聖經裡面真正的意義 這幾個星期我們講 怎樣去查比喻 有一點我們需要留意的 就是耶穌講比喻是故意的 即是說祂故意地用這種方法 是要讓到祂聽的聽眾 來去知道明白 祂背後想講的道理真正的意思 所以當你去解釋比喻的時候 你要找出究竟它是一個什麼場景 講這個比喻 就非常之重要了 你在什麼場景講這個比喻 另一種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祂可以幫你找到 這個比喻的主題 有一件事我們需要來認定 其實每一個的比喻 耶穌心裡面都有一個特定的主題 你一定要先找到那個主題 你找到那個主題 然後再按著這個主題 來解釋、分析這個經文裡面 或者比喻裡面各方面的東西 你就更加容易找到那個真正的意義 而不會解錯了 譬如好像在聖經的馬太福音 第十三章 那裡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一個比喻 那個比喻就叫做殺種的比喻 你記不記得 在那段經文裡面 耶穌又說了一個比喻 就說到 天國好像一個人 來殺種的一樣 他把種子殺在不同的土裡 有好土 有些是淺土 有些是在路旁 有些是在經濟的裡面 他說完這個比喻之後 我不知道身邊的人有多少明白 不過如果你看下去的時候 耶穌後來 他真的有解釋這個比喻 當他解釋這個比喻的時候 他就講出了這個比喻的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 究竟一個人 當他聽完道之後 究竟他的生命的狀態是怎樣 很影響到那個道 在他的內心當中 能不能夠可以成長和摘根 於是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來挑戰當時聽的每一個聽眾 究竟今天他的生命 在接受道種的狀態底下 是一種什麼狀態 在這個比喻的裡面 和耶穌的解釋裡面 就很明顯 當耶穌講比喻 其實他有原因 而背後每一個比喻 都有他的主題 如果你能夠按住主題 你要再看比喻 來解釋比喻裡面不同的元素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解錯 亦都避免了 你將你自己的意思 讀入比喻裡面 所以其中一件事 我們很需要的 就是需要在解比喻之前 我們要了解那個主題 當我了解那個主題 又了解了為什麼耶穌講這個比喻 耶穌講這個比喻給誰聽之後 到最後一部分 我們去查比喻 就一定是講到實踐了 實踐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不實踐的話 其實你查經來做什麼呢? 查經的主要的意思 就是你能夠看聖經裡面的故事 來對應你自己今天的故事 然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耶穌講的那件事 我今天怎樣改變我的生命 這個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到最後 我們看比喻 或者查經查到最後 我們一定不可以留問一條問題 究竟耶穌教我這些東西 究竟我怎樣實踐呢? 如果當你要去問這條問題的時候 我當你了 你看了一段經文 其實有三樣東西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留意一下 那三樣東西 因為那三樣東西 往往可以成為 你實踐這段經文的出口 這三樣東西 第一 就是你留意一下 究竟在那個比喻裡面 那個主角 或者配角 或者耶穌的講解 有沒有一些行動 有沒有一些說話 是令你感到驚訝的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就是你留意一下 究竟故事的setting裡面 或者故事的內容 有沒有地方令到你覺得很困惑 甚至他說的話 是令到你覺得 有些被挑戰的感覺 這是第二 而最後一件事 就是有這個比喻 很可能耶穌都已經很開宗明義 在當中用那個比喻 來鼓勵你 來勉勵你一番 這三樣東西 其實都是很多時候 當我們去看比喻的時候 你知道比喻很多時候 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 裡面牽涉了很多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對話 甚至背後那些人際 你有沒有覺得一些 不太好感覺的 我覺得有些很奇怪的 通常那些位置 就是一些我們可以實踐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上個星期 Pastor Wilber 都給我們一個提示 就是很多時候耶穌講比喻 他不只是講一些 通常那個年代的人 講那種的方法 講比喻講到最後 他一定是講出一個 跟當時的人的看法不同的結局 而就是因為一個這樣的手法 來挑戰當時的人 一般的信徒也好 或者非信也好 去對世界或對人的一般的看法 我又給你一個例子 譬如好像馬太福音 第二十章一至十六節 你看到那裡講一個什麼比喻 那裡講一個關於一個主人 他由早上到晚上 在不同的時段都走出田間 來去僱用一些的工人 朝早又僱用一些 然後喵少少又僱用一些 中午又一些 然後下午又一些 林王昏 收工前一個小時 他又僱用一些 而到最後 就是當大家收工 要出糧的時候 這個僱主居然 每個人都是給同樣價值的人工 故事發展下去 就是那些早上來的工人 就覺得不公平 我做一天又是一個銀子 他做半天又是一個 那個林收工前來做 都是一個 於是就走到僱主的面前 來吵 於是耶穌就來解釋 用這個故事 或者這個比喻 來挑戰 其實當時那些人的看法 當你看這個比喻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時候 你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你會 我都會很認同 那些早上來的 那些人的感覺 為什麼早上又是這麼多 晚上又是這麼多呢 這個就是一個位置 你可以去想一下 究竟耶穌在那裡挑戰我們什麼 我們看這個比喻的時候 很明顯它是一個固定的主題 它的主題的時候 就是講天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一開始的第一句已經這樣說 它說天國好將一個家主 清神出去 故請工人到他的葡萄園工作 這個已經設定了 那個比喻的方向 它是講天國的 天國一些價值觀 天國跟世界看東西不同的方法 然後你再看下去你就會發覺 這個比喻的最後那句 和這段經文之前 有一句說話都很相似 在這段故事裡面 最後那句就是 第二十章第十六節 耶穌的總結就是 因此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這句說話剛好 就是跟第十九章 之前的二十七到三十節 是很相似的 之前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彼得在問耶穌一條問題 就是問耶穌 我其實已經跟隨了你 撇下了很多東西 究竟我撇下這麼多東西之後 其實我會得到些什麼呢 於是耶穌就說了 他說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之後繼而就講出這個句的比喻 而這個比喻的結尾 又是同一句的說話 所以你可以聯想到 這個比喻其實是用來 答彼得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已經拋棄了很多 跟隨你 究竟我可以得到些什麼呢 這兩個句的重複 已經給了我們的訊息 好了 這個故事究竟答彼得什麼呢 很明顯 他是講天國 他是講天國的價值觀 通常當時的人 對一般的價值觀就是 我給多少 那我就收多少 我做得多 是不是應該收得多 但是耶穌用這個比喻 其實他就講出一個 很另類的天國的價值觀 就是在天國裡面 不是講你做多少就得多少 其實是講恩典 無論你做多少都好 那個的回報 或者那個的恩典 是在父神的手裡 父神給你的 這個完全是出自他的恩典 所以你這樣看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就是原來這個就是個挑戰位 來挑戰我們 能不能夠認同這種天國的價值觀 所以 這些的位 我們既然能夠認識到 我下一條的問題 我們就要問自己 究竟我 過去 我看人 看事 是不是這樣的方法 過去在我的生活裡面 我有沒有用恩典 作為我的價值觀呢 你看到 看比喻就是這樣的 我們先去確認了那個主題是什麼 然後按照主題 你要再去分析 究竟那個比喻裡面 不同的元素 又是代表了什麼 在內容中間 我們找一些被挑戰的地方 於是 我們就放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來嘗試實踐 或者嘗試來改變 這樣來看比喻 那個比喻的功效和威力 才能夠在我們生命當中 讓你走出來 我們一年都講了四堂 有關於怎樣去看比喻 我希望說到現在為止的時候 都能夠讓你有一些入門 即是怎樣去解釋 耶穌基督的比喻 又願一些比喻 能夠成為你的勉勵 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將時間交給大家 大家又試試打開聖經 來試試跟你的組長一起實踐一下 我們繼續的 來看這兩個星期裡面 我們看的同一段的經文 就是這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二十五至三十五節 你試試在今次的查經裡面 又一同的確認一下 究竟這段經文裡面的比喻 究竟主題是什麼呢? 耶穌要用這些的比喻 其實祂想帶出一個什麼的訊息呢? 中間有沒有一些位子 你覺得是被挑戰的? 而這些被挑戰的位子 又如何實踐在你自己生命裡面呢? 好了 我們就將以下落裡的時間 交給大家了